我們總共買了幾塊 八塊 打開盒蓋放在桌上 但仔細一看 還沒開封的大餅居然明顯發霉 青色黴菌幾乎長滿整塊餅 讓買家真的好生氣 他給我們看到的餅呈現出來都很正常 打包帶回來的就發現 有這種發霉的傾向 徐先生崩潰控訴 6月2號買了雲林遠近馳名的大餅 準備送人 結果一開封竟是正負慘狀 其中更有5塊有效期限 5月21號已經過期超過兩個禮拜 另外2塊在有效期限內的大餅 竟同時被覆蓋上兩種日期 讓他懷疑根本改標 打電話告知店家 那店家的回應我們的態度 實在是非常的不好 否則是說我們店家 怎麼可能會賣出這種 把款項2000塊匯還給我 八個裡面就有七個發霉 店家態度令買家不滿 讓他棄了檢舉 雲林縣衛生局5號和6號 連續兩次上門機查 但都沒有查到改標或過期狀況 對此製作大餅的上游業者解釋 就是要期限蓋錯成訂單接受日 後續才會二次打印 是我們這邊蓋錯了是不是 所以才再去 對啦 他那邊賣出去 沒有注意到 商家可能有這個涉及不死的一個疑慮 那後續如果發現他確實有違反 這個實安法第44條 處罰6萬到 6萬以上到2億元 買大餅便綠餅 許先生購買當天 還錄製影片給朋友說要買伴手禮 沒想到這段影片 意外變成急查證據 衛生局也強調若查有不法 將會依法開發 近新聞 郭培柔 張新聞 王輝如 前網報導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